来喝咖啡 我不能喝咖啡 今天我炒的是 还是饭便便 第五本 哎呀 凉凉来了 我们的苦就是我们的无名在累积 才会有苦 然后我们从苦又一直 一直一直这样来 就是这样一直轮回 好像我们佛每次讲五戒 其实有些人 他只要拿一两个戒 都很好了 你知道吗 就是那个杀生 不偷斗 或者是不偏 都ok了的 人很怕 他们就是怕束缚 他们要 以为自己很本来 他不知道这个世间 是毒的 害人的 时间 不懂得跳出 不懂得离苦 得乐 有些人 他讲我们佛法 整天讲苦 苦 我跟他讲那个不是苦 那个是教育我们 让我们知道苦是怎么来的 他们知道我苦 我命苦 但是他不知道他的苦是怎样来的 自己累积的自己做来的 因缘果报 因缘果报 他出的因 这个就是果报了 你不要以为你没有做过的 其实是有的 一定的 如果没有 他不会发生在你身上的 好的有好的因缘 坏的有坏的因缘 所以我们为什么 我们一直要制造好的因缘 但是第一 不思 不思真的很重要 你有不思 你就不会有贪嗔痴 因为你舍了 你可以let go 可以放下 放下很重要 是不是 人懂得放下 他就不会 不会有 就会快乐 你说对吗 老婆婆爱讲法